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电影走向工业化的繁荣时代,影视圈内开始流行结拜,女演员之间、导演之间、实力的大佬之间互相成就。 于是就有了八牡丹、十大岛银色鼠队等等组合,其中在女演员方面,最著名的就属少氏七公主了。 她们都是童星出身,来自于少氏,自小在一起拍戏,所以感情特别的好,见孩子们关系好,在冯素波母亲的见义下,举行了结拜的仪式。 时间一晃几十年后,曾经红极一时的七公主们,在经历了岁月的魔力,香港影坛的没落,已逐渐地消失在荧幕上,如今的她们又过得怎么样呢? 一,冯素波,七公主,中年龄最大的大姐,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冯峰是六十年代香港知名的导演,家中兄弟姐妹,很多都是演艺圈内的演员,妹妹是女星冯宝宝,七弟冯克安是武术指导,妹夫是余子明,八弟是TVB前高层冯吉隆,冯素波的嗓音叫好,先在亚洲电视工作,后又转头无线,出演了多部耳熟能详的影片,霍东阁, 八仙过海,月女剑,一号黄亭,南拳北腿,天地哪儿等剧,因角色不重要,很少被内地的观众熟悉,四十岁开始,冯素波接演都是一些大龄的婆婆,妈妈类人物,很多内地观众多都是通过这些人物认识了她, 1995版《神雕侠侣》中的孙婆婆,1996版《笑傲江湖》中的亚婆婆,2001版《倚天屠龙记》中的金花婆婆等,感情上,冯素波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她唱歌时乐队的领班,后因感情不合离婚, 第二任丈夫是在加拿大表演时遇到的昔日就有苏文雄,对方同样离过婚,都是知根知底,相处之后产生了感情,组建了新的家庭,婚后冯素波在39岁时生下一子, 俩人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2017年时,冯素波的第二任丈夫去世后,没有再嫁人,由于冯素波的家境殷实,像她这样的绿叶演员,工资都不高,所以她不在乎拍戏的片酬,一直在TVB工作,如今77岁还在拍戏, 二,沈志华,《七公主》中的二姐,自小学习京剧,功夫过硬,成名于60年代,演员的高光时刻只有十余年的时间,影视代表作有《旺财嫂》、《迷人小鸟》、《青春玫瑰》、《金色圣诞夜》等30余部影片,事业的发展上升时期,嫁给了演员金川后,吸引退圈,沈志华是《七公主》中退圈最早的一位,因为爱情吸引,可惜第一段婚姻离异,离婚之后, 又再嫁了人,后,长期在美国居住,很少在香港以及内地的媒体上露面,2017年时曾客串过TVB剧《灿烂的外母》,三,陈宝珠,三姐陈宝珠,出生于乐剧名家,父亲是陈飞浓,母亲是龚粉红,七岁开始登台,随父母表演,不到14岁,已经成为剧团的花旦,11岁时,陈宝珠就已经涉足影视圈, 参演早期的影片都是古装的戏曲和武侠片,且多以反串的形式出演男爵,扮相俊俏潇洒,英气十足,深受女影迷的喜爱,自1965年,陈宝珠长大之后,接演的作品越来越多,她的名气越来越大, 1966年主演的电影《黑玫瑰与黑玫瑰,女杀手,玉女含冤》等作品相继上映后,奠定了她在香港影坛的地位,在60年代,陈宝珠创造了香港新一代青春玉女的形象,被观众们送上影迷公主的美誉, 20岁左右的年纪,已经拍了不下一百多部影视作品,且大多数都是主角,连续几年的粤语片《十大最受欢迎女星》,陈宝珠都榜上有名,风光无限。 在70年代初事业的黄金时期时,陈宝珠西影去了美国,1972年回到香港度假期间,被邵氏邀请,再度拍摄了影片《壁虎》,这部电影成了她告别影坛的最后一部作品,感情上,陈宝珠有过一段婚姻,在西影后1974年,邂逅了富商杨战美,雅人婚后遇有一个儿子,后因感情不合,在1982年离婚,儿子由陈宝珠抚养, 离婚之后的陈宝珠一直没有再嫁人,如今76岁的陈宝珠退圈多年,很少在媒体上见到她了,四,萧芳芳,少是七公主中排行老四,从童星成长起来的影后中的影后,为人低调,和善。 黄瞻曾评价,她是一位奇女子,可以绚烂,可以平淡,幅度之广,有人之中,她为第一。 内地的观众对她在电影《方式玉》中的描粹花一角非常熟悉,女扮男装画名方大玉,替儿子打泪,被雷老虎的妻子看中,花样摆出,搞笑不断,观众们的印象很深。 还有电影《苦而流浪记》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即是由萧芳芳11岁时所演唱,1970年,23岁的萧芳芳想去美国留学,这时风光正貌的萧芳芳正和谢贤谈恋爱,于是萧芳芳想着谢贤能够陪她一起去留学,多学一些知识。 但此刻的谢贤不愿意放弃香港如日中天的事业,加上俩人性格不同,所以萧芳芳主动分手。 1974年,萧芳芳学成归来复出,凭借着电影《女朋友》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势头依然不可挡。 在这一年,萧芳芳闪婚嫁给了演员秦祥林,婚后两个月,她们的感情就出现了裂痕,之后媒体上又传出了秦祥林与林青霞的绯闻,且秦祥林还有地薄的恶习。 这和萧芳芳理想中的婚姻完全不同,俩人很快离婚。 1980年,萧芳芳认识了她的第二位老公张正斐,婚后有两个女儿。 如今76岁的萧芳芳还在拍戏,多在一些香港香港本土电影或者纪录片中客串。 还有一些大型的晚会或是活动中可以见到她,保养得很好,越老越显得气质优雅。 5.薛家燕 出生于富贵之家,9岁开始拍戏,在父母的宠爱中长大。 17岁时正式开始做女主角,19岁时凭借着电影《非女正传》被影迷们熟知。 1976年开始,薛家燕转头电视方向发展,涉及多个领域,做过主持人。 1983年,薛家燕在一次聚会上,邂逅了让她一见钟情的男人石宝庆。 雅仁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然而石宝庆的工作在美国。 雅仁只能靠着电话联系,疏解相思之苦。 结婚之后,薛家燕退出影视圈,跟着石宝庆到了美国。 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日子过得温馨美满,吸引之后的薛家燕成为全职妈妈。 可惜的的是,好景不长,婚后的柴米油盐很快冲淡了新婚时期的甜蜜。 在外应酬的石宝庆婚内,投入了一段新的恋情,为了新女友抛妻妻子。 一息之间,薛家燕美好的婚姻生活被打破,虽然薛家燕为了孩子一直试图挽回这场婚姻。 但还是在1990以失败告终,1996年,薛家燕复出。 很多内地的观众,多都是通过她付出之后的作品熟知的她。 石神、真情、龙凤城祥、富贵门、爱的掌门人等。 如今73岁的薛家燕还在拍戏。 2023年参演的电视剧《黄金万两》开播,第一段婚姻失败后没有再婚。 三个孩子在她的抚养中长大,2004年交往了一个小自己17岁的男友。 雅仁一直保持着恋人的关系。 六、王爱明,四岁开始拍戏,获得过亚洲影展最佳女配金和奖。 有天才同心的美玉,曾在1982版《天龙八部》中演过《天山同老》。 在1983版《神雕侠旅》中演过《成英》。 粤语片衰落之后,王爱明加入《无线电视》与《汪明权》。 沈殿侠、张德兰并称为《无线的四朵金花》受到公司的重用。 四人曾经主持过香港《无线》最长售的综艺节目《欢乐今宵》。 然而随着《四朵金花》的红利时期过去之后,王爱明的演艺事业逐渐开始走下坡路。 80年代中期左右,王爱明吸引皈依了佛门,退圈后经营了一家素食餐馆。 之后消失在媒体的视线中,七、冯宝宝,七公主,最小的一位,两岁多就开始拍戏的童星。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走红,三年的时间拍了150余部电影。 至今都保持着童星拍电影的记录,坊间曾有传闻冯宝宝最红时候的片酬可以买下香港整条街。 随着冯宝宝慢慢地长大,她的样貌优势逐渐明显。 那些年,古装剧中的美人杨贵妃、武则天、貂蝉、西施、孟江女等都被冯宝宝演了一遍,成为了无数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很多观众对她的评价是为古装剧而生的女演员。 1992年,冯宝宝凭借电影《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获得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1993年凭借电影《心不了情》连续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作为演员。 冯宝宝在荧幕上演绎了各种悲欢离合的人生,而她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坎坷,还因此得过抑郁,差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幼时期的冯宝宝一直被养父冯丰当作是摇钱树,无休止地拍戏始终是填补满她地帛欠下的窟窿。 压榨的生活一直持续到她长大后得知真相,伤心之余因抑郁住进了医院。 幸运的是,在精神打击击垮她后,她的义母林黛开导她走出了最阴暗的一段日子。 病好之后,冯宝宝去了英国留学,并在那里认识了她第一任丈夫赵在强。 俩人在相处的过程中,冯宝宝体会到了赵在强的浪漫和暖心,很快让缺爱的她坠入爱河。 1977年,俩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生下了两个儿子。 1986年,冯宝宝承认已经离婚,方间传闻冯宝宝是净身出户,且两个儿子归南方抚养。 冯宝宝还因此抑郁症复发。 1999年,冯宝宝再次结婚。 第二任丈夫翁赵全是一位建筑师,结婚之后跟着丈夫移居马来西亚。 这段感情维系了13年,已离婚告终,自迁徙年后,冯宝宝就已经很少拍戏,把经历回归到家庭上。 2021年时,林家栋投资拍电影《杀出个黄昏》时曾邀请冯宝宝拍戏。 冯宝宝特意回国拍了这部电影,之后没有再接新作。 2023年,香港戏古宗华去世的葬礼上,冯宝宝前来参加,戴着黑矿眼镜,穿着一身连衣裙,气质高贵,一点不显老。